阿謀本師釋迦蒙董 阿謀本師釋迦蒙 阿謀本師釋迦蒙董 葬盛生為妙董 百千萬節南昭 百千萬節 天見聞得受其 勉解如來一針十一 法師各位據釋迦阿彌陀佛 我們看這個 課本 26頁 講到 26月講到這個 他說 那麼他 他這個死的時候 那麼 沒有人為他49日沒有人為他做功德 那麼 他活著的時候自己 又沒有造善約 所以因為 依夜報 依他所造的夜報的原因 他自然 就會 到地獄去 那麼 當據本月所感地獄 自然 先渡 池海 我們講到這裡 他講到 海東十萬遊巡 又有一海 旗鼓被池 旅海之東 又有一海 旗鼓被池 那麼三夜二雲之手燒港 共耗 夜海 其處四年 那孩子是一個形容詞 表示 廣大 既深又廣 看不到邊 看不到底 他的苦 看不到邊 那 就是 一 這樣的夜 而感召這樣的境界 基本上是這樣 如果升天也是一樣 那麼 升天就是 他就自然而然 就享樂 那 聖女又問 鬼王無毒 地獄何戰 這個問 這個地獄到底在哪裡呢 這個無毒鬼王 就回答他 好 就回答這個婆羅門女 他說 三海之內 就是前面 那個 這個 這三個大海 那 四大地獄 其數百千 各個差別 就是地獄到底在哪裡呢 那就前面講 因為 這個 這個 死了之後 會經過 一個大海 然後 然後 再過去 再往東 又一個大海 再往東又一個大海 地獄就在這三大海裡面 好 那麼這個數量非常的多 而且 地獄的 差別也非常的大 都不太一樣 那麼所謂大者 那 就是 概要來說 那麼 大地獄有所謂的18 我們叫做18地獄 18層 那具體來講他 就是 大就是比較 18種類別 但是比較 所謂大地獄是 比較普遍的地獄 那基本上 叫做八寒八熱 那我們之前說過 說地獄基本上 地獄其實有很多種說法 但是所謂的18地獄 18地獄基本上是八寒八熱 這個是大地獄 八熱 然後有所謂的 流真地獄 或叫做禁邊地獄 然後 另外有一個孤獨地獄 孤獨地獄看起來是最恐怖的 因為 幾百萬劫裡面 那麼你 沒有辦法遇到 一個活的東西 看不到任何一個動物 任何一個人 就你自己一個 其他地獄是 都是人 但是大家都很苦 這裡是 你沒有刀三油鍋 但是 你幾百萬劫裡面 看不到一個人 那這種苦是內心上非常 就是孤獨恐怖的苦 看起來 那這個有16個 那通常這個優真地獄 優真地獄裡面底下 刀三 火三 灰河 灰河就是油鍋 人家刀三油鍋 然後 刀三火三灰河 另外一個是死坑 這死坑都是死 那麼大概 那基本上他是怎樣 八寒八熱就16個 那 但是八寒八熱完了之後 八寒八熱完了之後 他會到優真地獄 就是說你或者在八寒 或者在八熱 看你的這個果報 他不是說八寒完了再去八熱 八熱完了再去八 不是 那八寒裡面有八格 八熱裡面有八格 那你也不是從第一個到八格 不是 你就是在八寒八熱裡面的其中一個 然後 然後完了之後 然後完了之後 這個眾生完了之後 就會到優真地獄 那優真跟八寒八熱不一樣 八寒八熱是你的意義的夜報做到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而已 其中一個而已 但是 這個完了之後 你會在優真地獄四個都要做完 比如說你會先到刀三 假設 他不是先去哪一個不知道 好像先在刀三 然後刀三完了 你會進火山 然後火山第一完了 你又會去揮河第一 游鍋第一 然後會合地獄完了你又會去這個死坑地獄 就是你都要經歷 坑地獄 然後完了完了才去哪裡 完了他不是去孤獨地獄 孤獨地獄沒有 孤獨地獄是另外另外一個 另外你在孤獨地獄 然後孤獨地獄 他基本上是出自大地獄 然後就會經過這個 然後經過優真地獄之後 然後再進 可能就是 去 小地獄 或是中地獄 那一般如果像這裡講 他還有中地也有小地獄 那有些講就是 比如說去到小地獄 那或者 或者你業先看你的業 你的業 因為我們的業有這樣 我們的業是有這個 有 像你去地獄的業 那個是果報的業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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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的業 去第1的業叫做果報的業 像你從 你從八安八六到 刀竿火竿灰盒 那這樣要經歷一遍 一定要經歷一遍 就是 所以叫做遊真 那有時候叫進天 反正就是你還要經歷這間 然後 你才說這是第1出來 第1出來你會去哪裡 要看你的業 那去這邊的業 去這邊的業那孤獨地獄會不會也要經過遊真地獄有可能 但是他沒有說到沒有可能 但這些都是大地獄 那這個可以算是大地獄裡面的那你要經過 那這些這些都是所謂的果報 給你的業報 那這個叫做果報 你會下地獄的業 這個業報中的果報 業報中的果報 那果報裡面還有什麼 還有花報 花報就是你還沒受果報之前你會先受苦 比如說提伯招隊要下地獄之前 全身潰爛 然後花樂 這些這些是還沒 還沒做果報 這是花報 這是花報 要受果報之前你會先受苦 比如說你殺生業體重 那你短命多病 那麼你應該要下地獄 比如說你殺了很多人 那麼你那個時候 要死之前 那麼你有幾年生一生病 潰爛 生不如死 那個還沒有 那還不是果報 果報完了就不用下地獄 就業報就銷了 不是 那個是花報而已 就是 開花 要下地獄之前 所以經典常常講 經典常常講 這個是花報 果報在三二道 就是做人的時候 因為 因為造業所受的苦 這些苦 還不是果報 這是花報 所以有些人不知道 認為 因為他殺人 偷盗 殺到淫望 然後 被政府關了 然後關了幾十年 放出來了 我已經償還完了 還沒 這是花報 你被關這只是花報而已 果報還沒開始 果報在三二道 所以他一般人不知道 然後果報完了之後還有什麼報 還有魚報 比如說你在果報下完之後 那你去做人的時候會短命多病 那個叫做魚報 應該是這樣 我們寫這樣 就是 在受果報之前會先有花報 然後 花報完了受果報 果報完了還有魚報 就是三二道出來 三二道出來 假設做人的話 會短命多病 假設你殺生就短命多病 假設你拖到 就貧窮卑 那麼 如果你的業比較重 那你 你果報完了之後 你還會先做 一般來講 一般地域出來 很少直接做人或升天 但是也有 也有直接升天的 也有 那個 是你在 下地域之前 你造很大的善業 或休息 但是你也造很大的善業 那大部分如果你造三月不多 通常是這樣 你從地域出來 假設你果報在地域 果報在地域 那你的花報就是 你還沒下地域之前 你就生不如死 你就 生病過得很痛苦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那個還沒有 那後來下地域 那麼地域完了之後 那麼還有漁報 這個漁報就不一定 那大部分漁報 那大部分地域完了之後 會先 有時候會做促身道 或是 還會經促身道 因為 因為你還有促身道的業 因為你一般造地域的業 你 有時候也是造促身道跟軌道的業 但是因為地域的業比較重 所以先做地域的業 那之後 之後促身道的業 還要去做 經過促身道 然後經過 經過這個軌道 有時候會這樣 多數會這樣 那少數的會 少數的會從地域 因為他 他造的業 不多不長 他只是 思念或怎麼樣 偶爾造了一個大地域的業 比如說撒複撒複 那這種 那像提伯達多 就類似這一種 那麼他 他 他并不造很多的惡業 他最大的惡業就是 霍荷荷生 然後 然後這個 出火生血 然後撒阿羅漢 但是他就 就三個 那他其他的他沒有造那些傷害眾生的業 他其實沒有 他12年修行都非常的有功 而且有戒有定 那但是他造了這個大的業 會讓他下地域 那這個地域完了之後 像提伯達多也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 地域完了之後 就 就升天 提伯達多在地域說完了之後 他是造無間地域 那 之後他會升天 升天 像這種直接升天的例子 比較少 他好像升死亡天還是刀夜 反正他會升天 然後在天年受阻止之後 然後他也會 依經典說的 就是 他也會得解脫 依他的過去的業 那但是 直接升天的非常好 直接做人的也不多 因為大部分人的惡性重的話 他造第一的業 他不是只造第一的業 他會造畜生軌道的業 也會有 那 并不是說他很有修行 然後修行到一個圈 一生都在修行 忽然之間有一個時候 犯了一個錯 然後 這些 這些 這些業比他修行的善業更重 所以他先做這個 做完業 這些業就消完了 然後他就上來做人升天 也不是這樣 但是也有這樣的 但很少 非常少 像地藏經裡面 提到這個例子 婆羅門女 等於我們再來講 他邪戒 如果他沒有什麼善行 如果他沒有什麼善行 他要升天的機會 其實是不多 那他會升天 一定要有升天的善業 他不能說我雖然沒有我女兒有啊 你女兒有不能讓你升天啊 你兒子有善業不能讓你我兒子孝順啊 你兒子孝順不孝順跟你人不能升天沒關係啊 因為個人是一業 他不是 那我家有一個阿羅案 你家有一個阿羅案 你在二月你還是要下地獄 你不因為你家有阿羅案 你就不用下地獄 沒有沒有沒有這種事 所以這個業我們要知道 製作業要製作豹 沒有辦法代替 就算是製青骨肉也沒有辦法代替 你家 有一尊佛 有一個阿羅案 他也沒有辦法不讓你下地獄 但是他可以 他可以有因緣想辦法 讓你不去造地獄的業 你要去造地獄的業的時候 他會想辦法阻止你 因為他有能力他跟你有因緣嘛 他可以阻止你 他可以勸你 他可以不讓你 去造地獄的業 因為他有能力嘛 他跟你有因緣就是第一個 然後 特別是有善言 你能夠你會聽他的話 所以他勸你會聽 你要打人 誰來勸都不聽 你的兒子來 爸爸不要不要 你可能聽 對不對 你的爸爸來 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要殺人 都是叫他的 太太 先生 兒子 有沒有 或是要自殺 都是叫他親人來 因為他 他有能力阻止他 你看那個 那個總統啊 那個誰來了 他都不理他 但是叫他最愛的人來 他就會聽了 是不是 你看我們都是這樣 都會趕快叫他有沒有太太 如果他太太跟他感情不好 那個時候千萬不要叫他 要感情好啊 對不對 那 所以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 你要跟他做善言 你可以阻止他 照 照地域的面 這個是這樣 他並不是說 那因為我的原因 因為我孝順 因為我有休息 所以 我可以 我就可以讓 應該度地域的母親不度地域 沒有國法沒有這麼講 這個我們要知道 那所以大部分是這樣的 我報之前有花報 花報之前有漁報 那麼漁報通常就是 會講說比如說你殺生就短命多病 你拖到就貧窮卑賤 你血癮就家庭逗亂 類似像這樣 那 有機會做人也有機會升天 那要看你過去生 下地域以前是什麽念 那通常 通常下地域以前就是 如果這個人就是惡貫 造了很多院 那麼他基本上是三二道的院 都記住的 所以多數下地域的人他是會先經過畜生道 然後再經過鬼道 然後再做人 還有漁報 那看他 看他是 怎麼造成就好像簡單 就好像 如果這個人只是 忽然間 這個 腳折斷了 治療腳 腳好就可以出院了 那這個人不是 這個 腳跌斷的時候心臟病又復發 糖尿病又復發 那麼 腳治好的時候還要治心臟病 心臟病治好還要治糖尿病 反正就這樣 他沒有辦法那麼快出院 類似像這樣 一夜 一夜就好像我們身上的病一樣 那大多數的人 大多數的人 照第一的夜 那個是很多器官同時病變 他不是單一個一個器官 所以 這個一好還要因那個 一好一好還要因那個 那便是像這樣 所以你有那麼快 你有那麼快 出地獄或是 在上來做的 那麼 一旦在三二到地獄裡面都是很久的 你說一旦過地獄 彌勒佛來都還沒出來 因為地獄都是幾大節 是幾萬大節 那麼彌勒佛是一小節 我們這一小節後面 我們是10歲 然後到84000歲 這還沒到一小節 那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夜報裡面的一個 一個原則 那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如果做地獄的話 那麼他不太會說 從地獄直接做人過聖天 但是也不是沒有可能 也不是沒有可能 那個就是說 你是偶然的姻緣 那麼 犯了一個地獄的罪 那麼從地獄上來之後 你因為 你那個中間就是你 照那個罪 時間不長 那麼也不多 所以 地獄說完了就完了 你就直接升天 因為你的善業很大 你的善業非常的多 你看如果說12年 12年都在休息 直接修訂 啊 那麼他 而且他還要他加他過去升的 這些善業 所以 所以也不是不可能直接升天也有 但非常少 但是因為他 他大概 像地獄經是在講一個 地獄經啊 那麼觀無量壽經啊 像這一類 通常都是在 給 因為大聖佛寶有一個特點 永遠給人希望 永遠給人光明 真的 即使你看起來都無藥可救啦 他還是告訴你一個 一個 你就算你 真的要下地獄 至少在下地獄之前 你轉上 你有一面轉上 因為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這個輪迴的 就是我們 往生之後 往生之後 會到哪裡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隨重 隨你的重業 隨喜 隨什麼 隨念 那麼你即使已經 下一秒就下地獄了 你在下一秒之前 你在下一秒之前 你還有人 這個心還是比較 決定力量比較強的 你那個最後一面 你還是有懺悔 還是有善念 那這所有一面就很關鍵 這位一面不一定不讓你下地獄 但是至少能夠讓你下地獄 之後 下地獄之後 你知道你在上來的音源 或是 轉變的音源比較強 是這樣 但是 也有可能但是機會很少 也有可能在最後一面做轉變 那最後一面要力量很大 但是即使你在最後一面做轉變 他都對你的未來有幫助 為什麼 因為你這一面沒有轉變 你下一面到第一 你沒有力量轉變 你那個心力起不來 而且 這個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為什麼大聖經典裡面 常常講到像關無量壽經 關無量壽經也是這樣 大聖經典有一個特點 尤其是比較後期的 他都有一個特點 那麼像無量壽經 他告訴你 這個五逆十二不能往生 關無量壽經又開了一個小門 告訴你就算五逆十二 你明命中十面你都可以往生 但是如果依關無量壽經也講 也不是真的往生極樂之間 為什麼 所有大聖經裡面不見我不無法 但是他也是給你開了一個希望之門 那 他意思是怎麼樣呢 我們稍微講一下這個原語 不然我們對很多經典會覺得 那無量壽經不是想最後一面 那你可以念我就可以越細節生死中罪嗎 八十一節生死中罪嗎 那到底是能不能 那如果能的話 那為什麼又會受苦 那為什麼會下地獄 對不對 那下地獄也沒關係啊 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知道大聖的特點就是他慈悲 永遠給人希望 永遠給人關無 那麼 那麼 他基本上是這樣比如說一夜來講 那麼往生就是你死後 死後往生到哪裡 往生何處 受何果報 受苦受樂 生到哪裡 基本上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因 叫做隨重 隨重就是隨也 那這個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的 隨你的重业 你的业裡面有青有重 有青有重 因為業非常多嘛 業有六道的業 業有六道的業 天 人 阿修羅 那麼 鬼 鬼道 畜生到 定義到 好 這個叫做六道 六道人鬼 那麼我們這一生裡面 那麼 特別是人 人造業 人造業跟其他 六道造業不一樣 人是上生下死的輸入 就是 他造業的成分 就是 他比較能夠決定 他要往上或往下 比如說 天 我們如果 這個是 我們都會造這個業 水你的業 那么 比如說 天 人 阿修羅 天人 阿修羅 那麼鬼 那麼 畜生 第一 那麼 除了人 人 人 是 比較決定 就是說他不管造善造恶 都是決定業 那麼人裡面當然 還要分他有意志沒意識 如果他是神經失常 或是他的 心智發育不到那邊 那麼他的造的業還比較小 啊 那麼如果他是 清醒的 有決定能力的 那麼他造的業就比較決定業 我們法律也是這樣的 如果他在精神狀態下 那麼 他有可能造的業就沒那麼決定 那但是從六道裡面來講 造業 六道裡面來講 造業比較會受爆 基本上就是 天人阿修羅 那鬼道也會有 但是鬼道比較有造業的能力 那這個叫做三三道 這個叫三二道 那 第一是完全受業報 是完全受業報 受業報 他是純受業報 他沒有造業的能力 他沒有改變的能力 因為他一直在受苦 他在鼓 他基本上沒有改變的能力 那 那 這個畜生道 這個畜生道 魚吃也沒有什麼改變的能力 有 但是 比較特殊 畜生道裡面比較高級畜生 龍 龍王 然後是或是那一些他雖然說畜生型 但是其實比如說 精靈鬼怪這一種 那麼 他有蛇精 有狐狸精 有這個 什麽什麽的 這些 這些精靈鬼怪 他是受的畜生型 但是他 其實有一點像阿修羅 這樣 他會變化 那麼這些也屬於畜生道 但是比較高級畜生 那麼這個也有造業的能力 那多數的畜生 基本上沒什麽造業的能力 你看 一隻鴨子 從小被人家養到大 他就是在河裏面玩 那麼 那麼 牠沒有什麽 牠也不會去 傷害 就算老虎不會傷害 那個牠也不是有心要傷害的 因為牠沒有吃牠就會死 你說蛇 蛇的心很毒 蛇的心不毒 是因為牠做人的心很毒 牠才去做蛇 蛇的心 不然牠不咬動物吃牠 牠就會餓死 這是牠的本人 這不是牠造業 這不是牠造業 那所有的動物都彼此相殺 那有些吃草 那麼有一些 有一些吃動物 就是彼此吃老虎 老虎吃山羊 那個蛇吃青蛙 那也是一樣 青蛙吃蚊子 反正就是 這樣不斷 不斷互相 互相相淡 這個是牠夜暴 這個是夜暴死 這個牠本身造業的能力是很小 畜生到有造業的能力 就是那些高級畜生 牠比較有造業的能力 所以畜生到 牠基本上 牠基本上就好像那些 自逆不完全的孩子一樣 那麼牠 其實 牠本能上牠是這樣做的 那鬼道 鬼道也有造業 但是要是大力鬼才有 那些比較惡鬼 牠基本上也是很苦的 牠沒有什麼能力造業 就好像 街道上那些 老弱殘病的流浪漢 其實牠沒有什麼造業能力 他造業能力不強 那麼 所以 這個 這個裡面 基本上 都不太有造業的能力 一旦墮入了 你又改變的機會 你就是受爆 大部分 這個地域是純受爆 所以完全是苦 那麼這個 其他的都是苦多熱少 非常少 幾乎沒有 那麼天的話 色界天 不色界天也沒有造業的能力 基本上也是純受爆 純受熱 牠也不容易造善業 也不容易造而言 翻熱道也不容易造善業 天的話 六欲天 六欲天跟 大飯天還可以 在上去 無寻無事 牠就在禪定中 你在入定中 你會造什麼業 沒有什麼業 你在那個 你就在那個定中 那個世界 你沒有什麼造業的能力 也不會去造業 牠既不會造善業 牠也不會造惡業 那麼 三二道也是一樣 不容易造善業 地域也一樣 天是色界天 無色界天 大飯天以下 大飯天以下 大飯天以上 不太能力有造惡業 那麼大飯天以上 大飯天以上 不太能力造善業 也不會去造惡業 大飯天以下 還多少可以造善業 但是牠們也不太會 因為太享樂 天人是可以造的 天人是可以造 也可以得解脫的 所以佛陀是仁天師 主要是對仁天講的 三二道沒能力 但不是要有特殊情況 有像龍王这一種 或是他 他雖然多出生道 但是他過去有修行 他那個能力還在 但是他的夜報要受這個出生邪 也有這樣的 所以這個是特殊情況來講 如果一般來講 你一旦剁 你一旦剁三二道 你是沒有可能 你如果剁了地獄 一般剁了地獄 隨你的夜剁地獄 那你就不可能 但是 你還沒剁地獄之前 你還沒剁地獄之前 你在做人的最后一念 你在做人的最后一念 你倦 或是你念佛 你要歸佛 你要向上 你要向上 那麼這一念 這一念比你在第一 心心念念 那個力量還強 那個力量還強 啊 那麼所以 做人的力量是非常強 那行善的話在天上 你施施念念 跟你在人間 苦樂參半的時候 你想要向上 你看那個無量說經也這麼講啊 你在娑婆世界修行 一日一夜 勝過在十六世界修行百年 一天比他百年還多 為什麼 就是人的這個心念 他的力量比較強 他的決定性比較強 那麼你一旦升天啊 你還是有這個念 他有習慣性的善念 那但這個善念 他就是習慣性的善念而已 他並不是他特別發心的 那個意志力作用強的念 所以那個念不一樣 所以他是隨重 隨習 這是他的習慣性 那麼天也有習慣性啊 隨念 這個 為什麼後來大聖經典 他比如說管無量作經 那麼你在靈命中啊 五逆十二啦 他都要你 至少至少 你在靈命中之前有這個念 地藏經裡面也有 人死了還沒死之前 靈命中之前 你要跟他讀地藏經 要讓他入 知道 然後 那你 你 你告訴他我幫你做什麼布施 讓他升起善念 就是在最後一刻 要讓他升起善念 你有的時候要告訴他 你做了什麼好事 做了什麼好事 你有什麼 你 你盡了什麼責任 讓他升起善念 那一樣 我們的家屬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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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靈命中的時候 我們最主要的是告訴他 告訴他 讓他升起善念 所謂的祝念 就是他有時候會迷茫 有時候會忘失 那你幫助他 讓他升起這個善念 那麼這個善念 如果他過去 他本來就好 那這個善念會讓他增上 如果他不好的 那這個善念就可能 變成決定性的善念 就算他 後來 還是一樣 跺地域 提伯達都 最後 最後 靈命中 要跺地域之前 阿南有去欠他 那麼 他如果最後改變 就算他也會跺地域 但是從地域出來就不一樣 你從地域出來 你最後一面是什麼 這是他變成一個新的業 那這個業就會決定 你有沒有辦法再向上 就好像你在離開之前 在這裡埋下一個種子 等你在未來的時候 焦花湯的種子可以長 那你的壓制點也沒有 那來的時候還是沒有 你要從天 不知道那個時候會不會有種子 因為那業源已經不一樣 因為你從地域上來 那隔很久 那你又沒有那個圓 那麼就沒有辦法 你自己給自己 在未來 種下一個得度的營養 那就是你最後的那一面 那當然最後一面比較 你說你說如果只是最後一面也有可能 機力比較小 所以最後十面他可能就變成一個 一個關鍵的因素 那其實是這樣 但是也不是說那你這樣就可以不下定義 不一定 大部分還是要下定義 但是也有可能這樣不下定義 為什麼 因為 他這樣的一個念 因為他不容易 他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還是可以 那表示他的信念很強 他的信念很強 他才有辦法 最後還有這一面 那一般來講 隨中 隨喜 隨念 那大聖佛法後來 有一些就 一般來講是強調這個 然後 或是強調這個 你天天天都有這種習慣 就是你寧命中忽然間起惡念 你寧命中忽然間起惡念 當然是 因為你的習慣性 那樹往東邊漲 倒的時候一定往東邊 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擔心他忽然往西邊不會 他那種是習慣力 那如果有重业那就隨重业 不隨習慣 那如果沒有重业就隨習慣 那也沒有重业也沒有習慣业 那就隨心 那如果有重业的情況下 那麼你的念力 還比你的業力強 那就可以改變 那那個念力就是非常堅定的力量 叫做願力 所以我們講願力大過業力 其實是這樣子 心願願力大過業力 那這個部分就是 你必須要有很強的這個願力 所以他這裡說 他說到 好 人他是上升下降的樞流 所以人造業 你在人 就算即使在靈命中之前那一念都是屬於人 那你一旦升天或下地獄 你那個念力就不在這個比如說 你人的時候 這一念 有我們如果講有500斤來講 那你到了你到了地獄可能只有一斤 你知道嗎 那你升了天了之後 你那個善願也只有一斤 或兩斤 因為他就被人習慣了 他不是他刻意或意志力而有的 所以 在忍的時候 在忍的時候 如果 從不好的地方講 你要度地獄之前 你的善願越多那麼你未來 第一個有可能不做地獄 第二個即使墮落地獄 你再來的時候 就不一樣 就像我常常去建議 那麼 大家都已經關在建議裡面了 都已經關在建議裡面了 當然是如果你在建議裡面 這能夠改變 那麼第一個有可能讓你提早出獄 誰知道會不會發生什麼特色或什麼 或是人家忽然看見一個展觀 看見你就特別因人覺得好 就給你加分 讓你假釋 本來假釋不成的他就成了 這很難講 就算你要行滿出獄 因為你在建議裡面的改變 會讓你出獄之後比較有善願 有善音 更容易改變 一樣的道理 那你說反正我都被關了 你在建議又造惡 那你未來的因緣就更坎坷 一樣的道理 那麼即使就算 你還是最終你還是要下地獄 但是從地獄出來 因為這段期間 你在監獄裡面所造的這個 這個業他就會成為你出獄之後 他一種新的 機遇新的能量新的 新的業力 他就來決定你會做什麼 那 那但是地獄裡面不容易 地獄裡面不容易 他就是純壽暴 所以你必須在下地獄之前 你有一個新的力量 那麼 機具想 哪怕是一念都好 那當然越多越好 那其實是這樣 所以 所以 不只是地藏經 觀無量壽經 其他還有很多大三清潔 那麼 我們會發現到 多數的人在造業之後 他會茫然 他知道要受苦 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有兩種 一種就是反正我都要受苦 我也不差這一點 所以他就越來越多 或是他也不做改變 那麼 但是佛法基本上是 你越早改變 越能夠有力量改變 其實 對未來越有幫助 所以多數 即使在 你像觀無量壽經 地獄象限 地獄的象都出現 表示很快要下地獄 那麼他還是鼓勵他做改變 就算真的會下地獄 当然 当然大部分會講 那因為怎样 不做你不會墮地獄 如果說 如果我告訴你 你冥冥中 念佛實念 你 你會墮地獄 但墮地獄之後 啊 那麼你出來會比較好 那麼很多人 其實可能就說 那我還是要墮地獄 那我不要啦 會這樣 所以基本上 但是有沒有可能 不墮地獄 有 確實有可能 如果你的心力能夠強 你看那個五力十二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念佛 他念佛不遜念佛 你如果快關於要受盡 他不遜念佛 所以 你 主要是心念 你現在這個心 你沒有辦法念佛 怎麼辦 出身念 即使心不在念佛 嘴巴念也可以 出身念 那表示你一種意志力 你有想要改變 有想要突破 那麼 的一種意志力 那你對這種苦 你很深刻 那麼你想 不要受這種苦 那麼 基本上 你要意念念佛 念佛名號 是受受功能 念佛 功德 學佛修習 那麼 那麼 當然一開始就用念佛 是 希望佛拯救 讓我不受苦 這是一般人的習慣 但是 你受不受苦 佛是告訴你 不受苦的方法 以及受苦 為什麼會受苦 怎麼樣可以不受苦 他沒有辦法讓你 直接讓你受苦不受苦 他不會說 你都不尊敬我 我直接讓你下敌 你不會 他也不會說 你那麼尊敬我 我讓你 你會下敌 但是我跟袁羅網關收一下 讓你不下敌 也不可能 不可能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們是依法得救 不是依佛得救 這個要知道 那佛可以救你 只是告訴你 你怎麼樣可以不墮地益 你已經墮地益了 你要怎麼辦 才可以 以後不再墮地益 或是在地益裡面 比較早出來 只是這樣 你說他跟他的母親講 你也是講這個 你不要 你要执著這個天上的武藝 你要知道 武藝 天上的武藝也是 無常 你不要执著啊 你要趕快脫離六道輪迴 那即使在天上 如果你沒有正見真相 你也有可能到地域 他跟他母親這麼講 所以他最重要的是告訴他一個方法 第一個先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第二個告訴他一個 告訴他一個正確的方法 第三個 就他要自己依著這個 相信了 歡喜相信 相信 佛說的 然後照佛說的 如果 如果摩耶夫人在天上天的佛就要跟他講 那他如果他的觀念是說 那我天上的壽命2000年等到我1900年的時候我再來休息 那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去脫 因為一到1900年的時候 他也有可能說那到1990年的時候 對不對 OK我們都這樣到1999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再要休息就沒有努力 有可能這樣 但即使這樣 如果他最後一面能轉變 那麼還是有機緣 但機緣 就越後面 機率越來越少 當然還要看他過去生 的業力 那這個我們要知道 所以他這裡說到 好 那麼 說 這個 三業孩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苦 那 第一個 18第一 這個是大的 然後中的是500第一 啊 那麼 赤的有千百 千百就是 10萬 有10萬個第一 小第一 好 聖女又問 只有婆羅門你又問這個狐毒鬼王 我母親死來未酒 不知魂神 當自何去 那麼 早期跟後期 基本上翻譯說又翻魂神 就是靈魂 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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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基本上有時候會這樣翻 或是這裡的魂神 那 有早期到家的話基本上 有時候講靈 有時候講魂魄 有時候講靈魂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 會到哪一個地方 就是六道中的哪一道 鬼王就問這個 聖女說 好 那麼你的母親 那麼他 在生 做人的時候 他說他到底都是做些什麼事 他到底都做什麼樣的事 行業提醒就是 他有些什麼樣好或不好的行為 那這個要稍微知道 那麼 因為根據音大概可以知道果 這個人時候會到哪裡 那麼 大部分是由這一生來判斷 這一生他到底是 習慣造惡還是造善 那這個 可以大概知道 就行業 聖女達約我母邪劍 機毀三保 好 這是第一個 邪劍就有可能下三二道 就算你持戒修定有神通 邪劍也會做三二道 那什麼是邪劍呢 通常 通常邪劍就是 佛法裡面來講 也分政劍跟邪劍 那麼不是政劍當然就是邪劍 但是佛法的邪劍 會下三二道的邪劍 通常跟 就是 不信因果有關係 就是 或是因果 但是因果 非因基因非果 那也是邪劍 就是 通常分有因论跟無因论 比如說 第一個沒有地域 像提伯達哥 提伯達哥要下地域之前 就聽了這個 这个 不然加設的話 因為不然加設是強調 無因论的 就是根本就沒有地域 也沒有來生 就是 沒有善沒有惡 沒有業沒有霸 沒有來 沒有過去沒有未來 只有今生而已 那 也沒有業 沒有這個 那你 這個 你根本就沒有地域 你害怕下地域 那 所以 這種就是邪劍 因為 但是 即使有邪劍的人 就是說 有一些人 他不一定有政見 他不一定有政見 像很多科學家 他也認為 根本就沒有輪迴這件事 沒有輪迴拿來的夜報 也沒有夜報拿來的輪迴 很多科學家是不相信的 我遇見有一些知識分子 他也不相信有輪迴 就是你這一生做善事念佛會往生其樂事件 那麼你做善事會升天 他不相信有這個東西 但雖然他不相信他也不造惡 真的 有一些人 他就算不相信有夜報能為 他也不造惡 那這種人基本上也是不會 雖然他也沒有政見 但是他也不會 他也不會跟你講 你別信那些根本就沒有夜報 但是 特別是針對 不相信有因果夜報 但是因為他不相信 所以他就 怎麼樣 造作很多惡劍 因為 反正都是活一輩子 我快樂也活一輩子 我痛苦也活一輩子 那麼 救1000個人 殺1000個人都是活一輩子 但是 後來死者都一樣 那我幹嘛要不要痛 對不對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想說什麼就做什麼 那麼這種人就是 你有邪見 然後又造作很多不好的業 這種人比較容易下定義 那麼如果你單單是 你不相信有英國夜報能為 但是你還是邪善慰 那麼他也不會 那所以 邪見有可能下定義 也有可能不是說邪見就會下定義 或下三二道不一定 但是比如說有一些 有一些修行者 那麼 他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比如說苦行外道 苦行外道是相信有業報的 但是他看見那個牛吃草 看見那個狗吃大便 然後 後來又看見這個牛跟狗升天 他就覺得 這個 這個吃草可以升天 因為這個牛 三四都做牛 他也沒做什麼業 他相信有業有報 但是他看見的業就是這個牛 三四做牛都吃草 他也沒做什麼事 那這個狗 三四做狗 做吃大便 所以他就非因既因 認為 吃草可以升天 吃 學牛吃草可以升天 學狗吃大便可以升天 所以他就開始 牛戒狗戒 那麼他也會做三個道 他會做什麼 他食牛戒就做牛 食狗戒就做狗 但是他不是 杀到遺忘的業 他就是邪見業 那麼他意願 他學牛 那麼他就會做牛 就會狗 也有這一種 那如果你的邪見牽著到毀棒 毀棒三保 那麼他就有比較有可能做三二道的業 為什麼 因為人家本來相信 那麼你讓人家不像你 讓人家不照善業 因為相信三保 有善有惡也有報 那麼你就比較會怎麼樣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這個人 他本來可以不照惡業 照善業 因為你 因為你 那你影響越多 你影響越多人 不相信因果越棒 那麼 你 基本上這些人 如果過三二道 那麼跟你是有關係的 那 你的因緣 讓很多人受苦 那麼你自己本身就會受苦 就容易也過三二道 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這個你過去造什麼行業 他說我的母親邪賤 那邪賤最主要就是 就是 這個不承認有善有惡有業有報 有防腐有聖人 有過去有未 不承認這個東西 不相信有這個東西 或是 相信有業有報 但是 像 六四外道裡面 啊 有的說 啊 這個 雖然有業有報 但是 但是 這個是 都是過去生決定的 今生沒有任何能力改變 那個也是錯 我是不是完全過去生決定 過去生的業會決定 但這一生的業 才是關鍵 這一生的新所造的業才是關鍵 那麼你過去生雖然 有決定 你你這輩子 你說你過去生的業讓你這輩子貧窮卑 但是你這一生努力修喪 你可能就改變貧窮歸 貧窮卑 這個這個果報 你過去生 殺生的業讓你這輩子短命多病 這生來短命多病 但是因為你知道有業有報 所以你開始怎麼樣 開始不殺生 開始互生 那麼 他就會 讓你本來要受的果報 那麼 就是因緣不成熟 那或是 會改變 你這一生要受的果報 就可能會延長你的壽命 會延長你的壽命 那 所以 這個是 這一生 這一生的業才是 關鍵業 那麼 過去生他也有 也有決定 但是 這一生才是真正的關鍵 那這個是我們要知道 所以他說 他忌毀三保 然後我們說協賤主要是這樣 不相信有業 那或是相信 那不相信我們這一生可以改變 那有些說 其實 也有解脫 但是 跟你用功不用功沒關係 跟你造善略沒關係 時間到了大家都解脫 時間還沒到 誰也別想解脫 就變成這樣 這個也是邪惠 那 擊毀三保 就是 讓人家不相信英國 不能向善 向善 解脫 那麼 色或假設 就算他暫時相信 一下子 又怎麼樣 又不信 他不信 不信 就不恭敬 不恭敬 就不學習 因為你要先相信 恭敬 深恭敬心 你才會學習 所以佛法從恭敬中取 那 像我們很多要拜佛 然後要香花 要共火 那個都是培養恭敬心 那個都是培養恭敬心 佛錢點香啊 花啦 那拜 水果啊先共火 好吃的東西先共火 那個都是培養恭敬心 佛已經成佛了不需要 吸你那個香 吃你那個水果看你那個花 其實不需要 那個你有沒有辦 對佛完全沒有任何影響 但是對誰有影響 對你自己有影響 因為你有恭敬心沒恭敬心嘛 你的恭敬心到哪裡 啊你說你就隨隨隨隨便 反正有就好 那個心跟你 這個 這個這麼好要挑最好 供養之前要洗乾淨 還要挑最好 最好看的拿恭恭敬心拿去給佛 跟你隨便挑兩個放著 也沒有洗 你自己要吃都要先洗過 給佛吃 你不洗就放在那裡 然後你看你去供果供一供 你買回來就供那你 你自己要吃的時候還去洗一下 那你看看那你這樣 當然你供佛也有功德 但是那個供進去就不一樣 啊我常常講以前我們小時候 我媽媽常常會買 我們家那個時候還沒有信佛 又供那個神後來我們換成有信佛 他會買水果 他買水果供果 那特別是那個香蕉 都是買那個不熟 為什麼 因為熟的很快就爛掉 而且我們台南很熱 那都是要先買那個不熟 放到熟 那就拿起來自己吃 不熟的先給我供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啊 我看很多人都這樣啊 因為他要供好幾天 有時候供一天也是這樣 就比較不熟的先供 因為供下去幾天就 就爛掉 所以他就怎麼樣 他就先供 然後熟了呢 熟了就不能再放啊 就拿來吃 但不熟的你要吃嘛 你也不要啊 你也要放 但是這樣就不對 供佛的本意在 供祭前程 供佛如佛在 同志講的嘛 祭神如神在 一樣是這個道理 那你說什麼不能供 都可以 只要能吃的 乾淨的 沒有毒的 那你說 你說我已經咬一口了 哇這個這麼好吃 我想供佛怎麼辦 其實也可以 你就 你不要把咬的然後給我 你就把那個沒有咬的那一部分 切一半起來 太好吃了 我就一定要供佛 其實那是一個心意而已 你知道 那是一個心意 你就把那一定會一半切 就要笑說 這麼好吃 我不知道這麼好吃 我媽媽一定也沒吃過 我把那一半切起來 我拿去給我媽媽吃 笑說 那你說那我咬過了 可是你只有這一顆啊 怎麼辦 這麼好吃 如果佛在 那麼我一定要給佛吃 那麼好吃 你就當佛在 你把它切一半起來 其實我告訴你是可以的 那你不能說 哎呀這麼難吃啊 就供佛好了 那當然不行 不能吃的 不乾淨的 不熟的 不好吃的 你不想吃的 你就不要供 那麼好吃的 那麼你要你自己 是這樣吃的 乾淨的 那你就供 那你也不要碰到一大堆 不是 你就是 你幾顆代表 吃力就好 那 佛真的沒有吃 佛真的有吃 我告訴你 你也會嚇一跳 共三顆明天起來剩兩顆 但是你也不會懷疑是佛吃的 一定是老實吃的 真的佛吃 我告訴你你也會害怕 信不信 對啊這種東西是這樣 但是 其實共佛是一個心力 那你要培養這種心力 共香也是一樣 共香共花 那有一些人共香 那個香有難 共到很多自己都在這裡面受不了 都要去外面呼吸 新鮮空氣 你是欺負佛不能走是嗎 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 因為我看很多人都點得很凶嘛有沒有 有時候點燈又等很多啊 那個燈共火有沒有 點了幾百整 幾百盞你在裡面熱的要死 也不需要 那就是一個光明而已 就是我們要理解 就是那種心力拿出來就是 很簡單就叫做將心比心 這個是共火 共水共香共花 共灯 都一樣 原理都一樣 那你就是一個恭敬心 佛法從恭敬中取 就是你越恭敬 就表示你對這個人越尊重 那麼他講的話在你內心 就形成一種很深的影響力 那麼你不是恭敬佛而已 你恭敬佛之後 你恭敬佛是因為佛的什麼 佛的功德 佛的智慧佛的慈悲你才恭敬他嘛 這個人沒有特點 你恭敬他做什麼 你會恭敬他表示 你敬重他的某部分 那比如說佛的慈悲佛的能力佛的智慧 你這一部分你敬重他 所以你恭敬他 那麼所以這個部分是他的所謂的功德 佛的功德你會有什麼功德 大智慧大慈悲大經濟 那麼杜仲生團這一些 你敬重他 那麼你敬重是因為佛的功德 就好像你敬重這個人是這個人 比如說他是將軍啊 他是總統啊 或是他為百姓做很多事啊 所以 念佛 你恭敬佛是因為佛的功德 那佛的功德你要知道 佛的功德是怎麼樣 你要學 你恭敬這個人你是想希望我也跟他一樣 佛也可以跟他一樣 像他那樣 所以你必須 恭敬佛的底下就是要知道 佛是怎麼稱佛 佛為什麼有這些功德 所以就是要學習佛法 如果你只是恭敬佛 不學習佛法 那麼佛法從恭敬中前 你沒有佛法 你只有恭敬 那你因為恭敬最重要是要讓你 能夠深刻的去學習佛法 歡喜信受 那麼你要歡喜信受 來自於你恭敬這個東西 你就歡喜 看到這個人歡喜 啊這個人講的話對你 對這個人講的話對你是有份量 是有決定性的 所以 他講了什麼你依教供敬最重要在依教供敬 那麼如果你恭敬你天天只是恭敬 哇供花供香供水 啊這個非常的恭敬 最好的香 啊最好的水 啊最好的花 最好的水果 都拿出來供 但是你不學習佛法 作用不大 失去了 失去了 大聲佛法要你這樣做這一套的背後的原因 他叫你供花供香供水供登 啊那麼種種的供養 以表示你的虔誠 以表示你的恭敬 目的是 讓你在學習佛法的時候 特別有力量 結果你這前面的事做到了 後面不學習佛法 廣費了他前面這一些 但是他就是結個善 那你什麼時候未來 當然你這樣對佛法 但是你的信他基本上是氧氣 就是因為他偉大 他恭敬 那麼我相信他 我尊重他 但是你內心會覺得我永遠也成不了他 那不對那這樣是不對 所以我們恭敬佛的目的 最重要 最重要是跟佛學習 今天你如果跟佛學習 就算你沒有供佛 你沒有你沒有供香供登供花供水 你還是 你你還是得佛負念 那麼如果你供香供登供花供水 但是 你沒有學習佛法 那基本上還是離佛很遠 其實最主要是這樣 所以我們 因為大聖佛法很多方便 那你不曉得他的方便的背後 他為什麼這樣 其實他就是要讓你 有那個供敬性 那有些人不知道 就變成禁忌 那麼種種的禁忌 什麼水果不能拜佛 水果一定要四樣不能三樣 那麼這個拔辣不能供佛 這個 怎麼不能供佛 那一大堆 那麼釋迦不能供佛 然後這些都不對 他基本上沒有任 佛法裡面沒有任何禁忌 唯一的禁忌就是不供敬 沒有供敬性 你說我房間能不能放紅象 你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放啊 你就先放房間然後鋪蓋起來 供敬性嘛 那麼當然你用好的地方就放好的地方 對 如果真的沒有啦 啊 那麼你還是可以 你就用一個盒子裝填就好 那基本上他 其實只是供敬性 好 那我們往底下看 那說 社會戰性 懸佑不盡 死雖日前 未知生處 就是剛死不久了 就說死雖日前 但是 還不知道他生到哪一個地方 到底 到底生到哪一個地方 虎獨問約 又問他 那麼你的母親 姓什麼 姓氏何等 聖禮答言 我父我母 去婆羅門走 這個姓氏是我們的說法 那印度是所謂的種姓 佛羅門差地利 被神 鎖陀螺 他有四種種姓 這個是婆羅門說的 但是到了後來 後來到佛陀的那個時代 已經很多的差地利 已經都不太相信婆羅門 所以有叫做沙門 沙門是反婆羅門 那婆羅門有所謂的 婆羅門有所謂的三大綱領 稍微說一下 但是到了後來 其實很多都 都是不太相信婆羅門 婆羅門 婆羅門是 其實是宗教祭司 其實他們是所謂的最高種姓 婆羅門 差地利 差地利基本上 貴族 國王 這一些將軍 廢舍 平民百姓 還有 守陀螺 守陀螺 其實是原住民 被他們貶為最低下 比較不能翻身的 那麼 佛陀螺門裡面 他立三大綱領 事廢頭立三大綱領 那三大綱領就是 佛陀螺門至上 佛陀螺門是最高的走線 大家都要尊敬他 大家要供養他 目前是這樣 那 就是 變成神的使者 這樣 佛陀螺門 佛陀螺門至上 他是最高的走線 佛陀天晴 既是萬人 但是在佛陀那個時代 已經有很多人 其實不相信佛陀螺門 他不承認佛陀螺門的這種說法 那 所以這種叫做沙門 沙門是反佛陀螺門 沙門是反佛陀螺 他不認為是這樣的 那這種觀念其實根深蒂固 一直到現在都還影響我們佛教 特別是中國佛教 那麼 因為佛陀在那個時候其實 已經不相信這個 否定這個 但是後來 佛陀在印度 佛法在印度慢慢衰微之後 後來 佛法又跟印度教参合在一起 慢慢就有這種觀念 那麼 這個廢陀 廢陀天晴 廢陀是四廢陀 這個廢陀是四廢陀 我們稍微講一下這個東西 四廢陀 一句廢陀 縮謀廢陀 列樓廢陀 一句廢陀 縮謀廢陀 列樓廢陀 阿大伯廢陀 阿大伯 阿大伯廢陀 列樓廢陀 那离去廢陀就是 贊送神的 阿神多殊勝阿神的一些話 神的一些启示阿 這個 這個神多殊勝多殊勝 創造的世界怎麼樣怎麼樣啊 你講這些 有什麼神有什麼神 那麼 說謀會頭 說謀會頭就是 把 贊送 神的東西 贊送神的 用歌曲表現出來 有點像我們的贊 贊歌這個是贊歌 因為他強調祭司萬人 祭司萬人 規定種種的祭司的方法 像我們的法會一樣 我們的法會 那規定 前面要拜什麼 比如說我們的招呼課一樣 那比如說你往生的法會 一開始 要念什麼 然後來要念什麼 然後家屬在哪裡要拜 然後你要起來 那規定這一些 那這個是祭司 那麼要師法會 那前面要點 要擺七尊要師否 下面要點四十九掌羹 然後 要要做什麼做什麼 規定種種的祭司的儀式 法會的儀式 這法會要唱的 前後的 這個要唱的 這些戰歌 這個什麼戰什麼戰什麼戰 都是贊送這些神的 像我們有 那我們的儒相贊 請佛下來 然後贊送 如果是 如果是普門品 贊送觀金菩薩 然後贊送 前蘭 前蘭贊 反正一大部分 非常多 其實這個都是受 婆倫文教的儒相 理解做的就是 比如說我們送這個經 比如說送法華經 送地藏經 地藏經前面要有地藏燦 要站上地藏菩薩 要称奏布藏菩薩 然後這個 如果要舉行地藏餐或地藏法會 要做什麼做什麼 第一步要做什麼 第二步要做什麼 要規定這一次 那這個就是祭司 那後來後面都會加個祭司 比如說地藏經就滅定願真言 那麼普門品就念那個 六字大明咒或是念那個大悲咒 就觀世音菩薩的 可能就種種的祭司 那麼如果是 往生的 那麼可能就念往生咒 那就是種種的這一些 那麼你看那就是 種種的祭司 那麼祭司的儀式 祭司的儀式跟儀鬼 那這個是裡面的戰歌 這個是對 诸神的这个赞叹 会否是 這個是神的话 那麼神的话 那麼有特殊的功用 那麼你只要把他念诵 你就會得到神的加持 我們現在的人都這樣 我念普門品 觀音菩薩就加持我 我念地藏經 地藏菩薩加持我 我念要事經 要事佛加持我 這個是佛羅門的觀念 佛法不這麼講 那你說我要不要送進去 但是佛法的觀念不是這樣 佛法的觀念是 我念普門品 是為了跟觀世音菩薩學習 他到底有什麼功用 值得我學習 要怎麼學習 我念地藏經 我是跟地藏菩薩學習 你知道地藏菩薩是怎麼發心的 發什麼心 他做哪些事 那我們要怎麼做 那其實是這樣的 我念要事經 我是跟要事佛學習 那佛羅門不是這樣的 佛羅門是 假設 佛羅門的觀念是 我念要事經 是受要事佛的加持 我送地藏經 是受地藏菩薩的保護 我念普門品 是受觀音菩薩的保佑 這觀念不一樣 那送這個經 經本身就有加持 那我再呼請菩薩 菩薩又有加持 那所以 我送這個經 我就能夠得什麼 得加持 得諸佛菩薩的加持 不是 這個是佛羅門的觀念 那後面再念個咒 就圓滿 就這個是從佛心流出來的 怎样怎样 就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這個完全是 佛羅門的觀念 我們現在佛教徒多數是佛羅門 怪羊頭賣狗肉 或者佛教的起 做著佛羅門的事 真的 那我們現在不是講真正的佛教徒是 你念普門品 為什麼念普門品 你讚嘆觀音菩薩 你想跟觀音菩薩 學習 成為觀音菩薩 那樣的人 所以你去看 觀音菩薩是怎麼發心的 怎麼修行的 後來你发现 原來觀音菩薩 具有這麼大的力量 是來自於他的大悲心 他大悲心是怎麼呢 哪裡有困難 他就去哪 誰需要幫忙 他就幫忙 喔原來你掌握了這個要點 千祝祈求千祝願 苦海常坐渡人舟 好 那我要跟觀音菩薩學習 我要成為 像觀音菩薩那樣的 受人尊敬的人 啊 有最高生命價值的人 好 我要成為那樣的 好你就變成 你就知道 那哪裡有需要你就哪裡去 誰需要幫忙你就去幫忙 那 你說那我特別西藏地藏菩薩 那為什麼西藏地藏菩薩呢 地藏菩薩永不放棄的能力的人 誰最痛苦他就幫忙 誰都沒有人幫忙他就幫忙 誰講不聽他就特別照顧那個誰 你看誰最虛弱 有些人就是剛講南條南腐 講幾次講不聽他就不講啊 我幫不了你啊 沒有他永不放棄的能力的人 我就是要學習這種精神 我要像地藏菩薩一樣 在最苦的地方 幫助那個能力最弱的人 有沒有在說佛世界 地藏菩薩的特點就是他不在 他不是放一個禁堂 他就在說佛世界 他不是說創一個禁堂說 這裡很好你過來你過來 沒有 我就在最苦的地方幫助你站起來 和解我永不放棄 我永不放棄那個最沒有用 最沒有 人救 最 最沒有辦法的眾生 你看 我唸地藏菩薩 是為了要跟地藏菩薩學習 我知道 原來地藏菩薩這時候 是因為他的這個特點 所以我唸了之後 我決定要跟地藏菩薩 每次唸舉地藏菩薩 看他怎麼度眾生 看他的願力 我們的內心就 那個 那個跟地藏菩薩學習的願心的願力 就多一點多一點 那你唸普門品 你就 你就越來越跟花音菩薩的心願 相應 他的願就變成你的願 然後 你有跟他一樣的心願接下來呢 你要有跟他一樣的心願 就是你要跟他學習 你要有跟他一樣的行為 因為他之所以有這樣的願力 有這樣的功德 是由這樣的行為而來 累積而來 這是不變的喧心 堅定不變的願心 再加上精盡努力的修行 才擁有這樣 擁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功德 因為我現在也想擁有這樣的功德 我必須要怎麼樣呢 第一個 先兼顧我這樣的願心 然後怎麼樣呢 努力不斷的 以修行 也有累積這樣的功德行為 依這樣的行業得到這樣的功德 那麼 漸漸漸漸漸 一分相 兩分相 三分相 後來 觀音菩薩不是別人 你就是觀音菩薩 地藏菩薩也這樣 他都分身地上 其實也是這個概念 然後 這個觀音菩薩千百億化身 你不要以為他真的是化身 沒有 當他的 當他的觀念 影響到你 變成你跟他做一樣的事 你就是他的化身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化身 化身不是別人啊 就是正在讀 正在讀普門品的你 正在讀地藏經的你 正在讀藏經的你 為什麼 因為你受他影響 變得想跟他一樣 其實是這樣 我們先下課 禪林第三期工程 盛義樓 包含 講堂 大寮 齋堂 居室寮 即江東 他將會成為法師 在家居室 及善心人士 清靜的修行之一 禪林建設經費 仍須大眾 康慨解鬧 隨喜功德